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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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五早上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想问问他几点过来 但是他没有明确告诉我 然后我父母呢 起早就已经把饭菜呀都准备好了 到中午他们家人也没有来 我又给他打电话了 他就说晚一点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一人在这儿 啥子这么在拖下去 后来去了吗 没去 什么情况 那天我也挺无奈的 说实话赶上点事 初二左右吧 奶奶就生病了 挺严重的 离不开人照顾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么多亲戚 都可以照顾病人 或者是你要是不来的话 提前打个电话支一声也行啊 是你听我说这事吗 本来初五那天吧 是定的去他们家 因为两家离得比较近 开车也就三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就没太着急 说实话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直都以为能去上的 因为我姑姑说了 她晚上过来把老人接走 那时间不就可以过去了吗 结果没过来 这我也挺无奈的 说实话 没鞋调好 对 都晚上七点多了 她妈才给我妈打的电话 我妈其实挺有情绪的 本身作为一个女生的话 肯定家里人不能那么主动 你们家订完的日子 到时间了你们都没来 也没提前说 所以那天打完电话之后 我妈态度就是也很明确 这明显的就是 很不在乎我 后来又去提亲了吗 事情过去那小半年了 这件事就一直这么隔下了 也没去家里头 跟对方的父母说明一下情况 那天吧 双方母亲沟通的不太愉快 都僵下去了就这么 僵在那了 对 所以这半年来 你们俩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是心里边 我觉得我挺债务她的 因为这么长时间 而且年纪也都是都不小了 也不希望再彼此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是这半年想分 然后还做不了这个决定 不想分 看见她还比较难受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 之前还有很多的小事 都积在我心里边 除了这件大事之外 还有些什么小事呢 你就把它都翻腾出来 大家听一听 那就得从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她上班就是比较没有上进心 然后我回去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了 为了以后 我白天下班之后晚上 我说那我就去做兼职去 你就去出去拉滴滴 拉滴滴下班回来 十点来钟晚上 我兼职下班了 你接我给我送家去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她答应我去拉滴滴了 能有一个拉月吧 我就拿她那个拉滴滴的手机 看后台 我看看她拉了多少单 拉了多少钱嘛 然后结果发现她根本就没拉 一单都没有 因为一开始 我就挺抵触拉滴滴这个事 挺不喜欢这个工作的 然后 那你不喜欢那时候 你可以跟我说呀 咱俩都可以商量啊 关键你脾气不是挺不好 这事我也挺亏朽的 说实话 我到现在心里都挺亏朽的 你现在还拉吗 现在没有 现在因为换了一个工作 这工作强度比较大 就是没太多时间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这是刚认识的时候是吧 对 我特别心疼中国的女生 其实有时候我也挺心疼的 一开始马上就把自己 从小姑娘升级为妈 管那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 全当妈管 你不上进 你给我这样 那你们找一上进的 不就得了吗 你们把这不上进的全都剔了 让他们自己长大 别给别人培养男朋友 就是明显给别人培养男朋友吗 这心里还别扭呢 行 咱再往后说吧 我五点下班 每天她都是接我的 然后后期慢慢她变得 就是总共找接口说不接我 关键晚上我下班去兼职 她都知道的 而且我下班 只有兼职的路程 得将近半多小时的时间 也没有时间吃晚饭 然后那天堵车嘛 坐公交车走到我们那个桥上边 我看堵的实在太严重了 我又要迟到了 我就下车了 我回头我就跑着去吧 我行程我给她打个电话 想让她安慰我两句 但是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说了一句 我在忙 你自己去吧 就是我一边往上班的路程走的时候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说你自己开着车在外边 然后我自己就是跑着去上班 你就一句话就把我给敷衍了 那时候吧 咱俩正在冷战 说话就是 关系特别复杂那时候 说话你们俩就谈了两三个月的恋爱 已经开始关系复杂和冷战了 对那时候已经冷战了 因为她脾气平常就是对我拉了个脸 没有什么好太好的时候 你走啊 那不是放不下吗 什么放不下 不是两三个月吗 喜欢的 喜欢的 喜欢的你看着她哭着 对吧 她腿着 你折磨着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喜欢吧 对不对 而且你怎么喜欢一个天天跟你拉 还是黑脸的女人 为什么呢 我喜欢她是喜欢她那些 就是特别有正能量的那个形态 后来慢慢一点 这世界上正能量的姑娘多了去了 你喜欢正能量 你可以随便找 你只找一个对你天天有笑脸的 脾气好的呀 你们干嘛谈恋 我这么听起来 这恋爱谈得不到半年 两个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 就互相彼此的印象 都不是那么特别好 女生的评价是 没有上进心 不在乎 男生对女生的评价是 有正能量 但是脾气不好 天天拉个脸子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她平时挺关心我 我就希望我俩以后日子 就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讲的我可没听出来关心 因为她就是做的这些事 在我心里边 我始终翻不过去 这只不过是七一 七二 我都选择原谅她了 然后第三件事 我晚上兼职的时候 给她打电话下班 她也不接 然后很晚了过来接我 她说她拉弟弟忙 我就拿她手机 我就看了一眼 我就看见一个女生 给她回的微信 说晚上吃饭吃得开心吗 你到家了吗 我就问她 我说这个女生是什么回事 这个女的就是 之前稍稍对我有点好感 总跟我打电话 总去联系我 包括那时候也是 没抵得住诱惑 就是说 咱俩一直在冷战的时候 碰到一个就是说 不冷脸对我的 我就稍微没控制太 那你觉得我晚上去坚持 也都是为了让你 能减轻点负担吗 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行 这又是一个钉子啊 就是能陪你玩的女生 可能会很多 但是能跟你过日子的女生 能替你想这些的女生 我觉得 不会有那么多 对啊 这不也是我坚持到 现在的理由吗 那你为什么要把她的电话号 传成信用卡 她名字叫信用卡吗 总是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你可以聚集 你可以告诉你有女朋友 但是这些你都没有做 在外边也都说 她没有女朋友主持人 包括后期我也改正了 这件事不都是之前的事吗 我过去很久了 我现在态度也短正了 对你不也是 包括比刚任的时候还要好吧 但是你之前做的这件事 一件事 两件事 三件事 我都可以原谅 但是你总是没完没了啊 还干了什么了 小姑娘这事 打电话 发微信 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她瞒着我 跟他们出去玩了三四天 所以我现在心里边 自己的坎儿也过不去 包括对她的态度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去相处 也去了 你刚才说你喜欢她对吧 对 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喜欢 那你喜欢她为什么做这么多 让她难受和伤心的事呢 这都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都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了 你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不是那样了 是吧 现在我真不是这样了 因为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的话 到那天已经截止了 截止了之后的话 我跟以前那些 包括朋友 包括女性都没有联系了 断得特别彻底 我也是特别烦死这个事 的确是我做的错 我就说后来 你们相处得很好 我去尽力去补救这些事 我做的也够多了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包括每天早上去送她 晚上接她 包括她想吃什么 我会做的我就给她做 包括以前都是她做饭 她做饭特别好吃 我不会做饭 后期的话我就去学做 我就给她做 我好奇地问一句 这是为了要赎罪 还是因为爱她 不是 我是真放不下 我是真醒悟了 感觉到我做的真不对 往往还想挽留她 那被她付出了 她也同意你去他们家求婚了 这事不就完了吗 关键她过不去这块 我也特别委屈 说实话 这个今年这个订婚那个事吧 我真没有想到 包括我做了很多 这一年一下就都给我都否了 不是 你说这些事 是要被她认可的是吧 对啊 我要让她认可 让她认为我是 真心想跟她在一起 想跟她走下班 让她认为 对 你现在我听明白了 犹豫 焦虑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男生你回答我个问题 你为什么娶她呀 因为我喜欢她呀 好 喜欢 优点是正能量 对 还有呢 挺顾佳的 顾佳 顾佳的 还有吗 挺持佳的 你是过日子的人 是过日子的人 这很重要 是吧 对 女生最受不了的是 她今年没去提亲 让你面子上下不来呢 还是她过往的种种 让你觉得你没法原谅她 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从头到尾 我就觉得是她态度的问题 在她心里边 我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就是说 只要是我做一点错误 她之前的事 就会翻出来 再去跟我闹 现在就是她已经 过不清楚的孩子 那你扎心扎一回行 扎两回也行 你是不停地都已经扎完了 伤口都没办法愈合了 你说你让我现在 没办法 你没法愈合 你就把她给轰走 不就得了吗 你走你的路 她走她的路不就完了吗 那你干嘛 还这么吊着她呢 就是我觉得 当初决定在一起 我就想试着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吧 各位老师们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小云 你自己醒一醒好不好 她那天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因为刚才 在你们的对话当中 她已经明确回答了 她说我那个时候 我被诱惑了 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 她已经明确回答了 话风转到你这边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 你不想一顿 请你俩 我 Người的 我也认为 你不想一顿 我问我 我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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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一顿 你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存在就是因为你并不够爱他 所以当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出现的时候 我认为应该结束 祝福你们 好 谢谢作员老师 来 陆琪老师 小云 不过更认为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应该是打磨而不是改造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需要改造的时候 可能这个人是你选错 因为你是一个很独裂的女性 我非常地希望你不要做出一副 我受了欺负 你很对不起我的样子 自由选择是恋爱的基础 珍惜自由选择的机会 去找一个对的人 去找一个只需要打磨就可以在一起的人 而不去改造人 去做一个恋人 而不是去做一个母系的恋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谢谢老师 来 严老师 我先说小云啊 其实你不用哭 我觉得你没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么痛苦 只是想要而不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看似生活已经风平浪静了 他似乎有点浪子回头了 想要跟你好好过日子了 你并没有更高兴啊 你只不过是别人都说 哇 这个小伙子现在不错了 也关心你了 他可以 适合 能够在一起 而你自己对他的感觉呢 我觉得这一刻你的心里是淡的 即便当初你认为很爱他的时候 那个也不是爱 只是浓地想要占有 这不是爱情的本来面目 我觉得你今天来到我们这里非常好 因为可能经过这一次互相的道白 你会更了解我心中对他的爱 到底浓度有多少 我认为很淡 小伙子我看本子上说你31岁是吗 但其实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并不特别稳定 你不要说当初是因为有诱惑 所以跟别的女孩多来往了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背叛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心怀侥幸啊 你觉得我还有更好的笨头 我可能还有更好的女人能够陪伴着我 经过这两年多你发现了 其实自己就那么回事 也就这个傻丫头愿意跟着你 三十而立 该成家了 所以找个她吧 但这也不是你本来的样子 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甚至没有那么喜欢她 你只是觉得在这个阶段 你能驾驭她 所以一场没有爱而结合在一起的恋人关系 你们不过是彼此在 自我的利用这份感受而已 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啊 我们错过一场 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 这不叫错过 你不要拖着它了 放过彼此 放过自己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福老师 很多人都想做贤妻良母 包括你也是 对不对 对 但是贤妻良母不是你这样的 贤妻良母应该是 开心的 充满正能量的 给生活能够带来阳光的 但是你看你那张脸 阴云密布 贤妻良母的贤 是生活的智慧 良是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品质 但是有那些像你这样想要做贤妻良母 这样的女人 其实是为了所谓的道德 和别人的嘴在活着的 你并不理解贤妻良母的真正意义 你用别人的嘴 用所谓的道德 用所谓的贤妻良母的形式来绑架自己 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来绑架她 其实你自己也不喜欢 你也过得痛苦 没有一个贤妻良母会过到最后失去自己 你就失去了自己 对 所以你为什么不过得开心一点 过得自由一些 如果一段感情本来是没有希望的 是通过自己来忍受 同时又通过来绑架别人 来维持一段所谓的你认为的传统家庭 这样的家庭是不会有幸福的 你应该放开自己 有一些女人就是这样 她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愁苦 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可能才发生的事情 她要早日地提上议程 并且把那称之为所谓的家庭责任感 但其实只能够给家庭带来负能量 所以不要自我绑架 对于男生来说 不忠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不开心就应该告诉他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赎罪吗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得到他的认可吗 你错了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一套标准 对于他自己来说很痛苦 No 再把这套标准再运用在你身上 你被转而又绑架了一次 其实到头来 你们两人都会发现 我们彼此过了这么久 越过越沉重 越过越呆板 而没有真正的快乐 一个男人 如果你跟自己的女朋友说 我真的不喜欢你拉这个脸 我喜欢那种 能够给我带来阳光 带来温柔 同时给我带来一些生活快乐的女生 你能不能像他那样 如果你不能这样 那我只有离开你 虽然你认为你可能是真正的一个贤其良物 但是我不快乐 你应该说真话 你们俩都过得太累了 好 谢谢陀老师 其实我自己只说我一个浅见 你也别不高兴 你也听听供参考 我基本认为他们家人不想让他娶你 他们家人压根就对这次订婚是没有想法的 因为如果真的有想法 按理说不该这么判断 我只是从长情来判断 大年初二奶奶生病了 大年如果特别重手告诉你会怎么样 大年初二奶奶住进他们家的当天 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给你们家打电话 对不起 我母亲生病了 初五我们去不了 您看您哪天方便 过了节之后 我们上门提起 我觉得大多数家庭要做的都是这事吧 那这件事情反映两个问题 要不然就我说的最坏结果 人家不重视你 要不然我可以说 这个家庭在人情事故的处理上没那么好 我父母也像你这么像 对吧 我觉得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处理都没有的话 反正我会想想的 接下来一起详真情60秒 我觉得咱俩相处也很久了 两年多了 我真的是放不下这道感情 说实话 以前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后期我也醒悟了 我也改正了 包括最近发生这件大事来说 我也不想找什么借口 我也会尽力地去努力 跟我家里人说 跟他去协商 找一个好的方式 去证明这个事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你这两年对我的照顾 刚才听了图雷老师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 开心地为自己活一次 所以呢 我想对于咱俩的关系 我想再好好想一想 其实你也挺优秀的 不然我也不能跟你这么长时间 谢谢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TV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和她是同事 从认识相爱到现在快一年了 但在相处过程中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在乎我 我给她发消息 她总是选择性的遗忘 而且还总是在我面前 提起她的前女友 她实在是太爱玩了 一玩起来就十年 让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本来是跟她在一起 是奔着结婚去的 但现在我有点迷惘了 我不知道我在她心里 是一个怎样的位置 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未来 你们能帮我解开这段迷茫吗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24岁来自湖南设计师 女嘉宾朱女士 24岁来自湖南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事是吧 小片里也说了 是的 我们是同事 同事怎么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也是比较巧吧 就是刚好的话 他是坐在我的那个后面 然后他就约我出去看电影 就这样一来二晚的 双方都有好感嘛 那变成了男女朋友之后 还在同一间公司吗 现在还在 那应该没什么呀 天天都见面 上班是有天天见识没错 但是发消息什么 他也不太愿意回我嘛 然后总是在我面前提起他的 就是前任嘛 什么情况下都会提前任啊 就比如我们同事结婚嘛 参加完婚礼以后啊 旁边就有一个 就景色挺好的公园嘛 然后就大家一起去那里 就拍拍照啊 然后散散心啊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说这个地方 我以前来过 那我不就顺着问下去 我说你跟谁来过啊 前任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我说我到过这里啊 然后你就带着 质疑的语气来问我 我说又是跟哪个小妹妹过来了啊 我就如实回答你的呗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还在想她呢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一年多了 都没有联系过 我怎么可能还会去想她呢 我随便问一句啊 你谈过恋爱吗 我谈过 有前任吗 有 如果有一次 你跟她一起出去玩 去的是一个她没去过 但是那个地方风景特别好 恰恰是你跟你前任去的 现在我问你 哎呀 这个地方不错 你会怎么说 我说以前跟朋友一起来过 跟哪个小帅哥一起来的呀 我肯定会说 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那你肯定知道 你看 我要是当时说 我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肯定打过去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至少女生还要吃男生的醋 这是一个点 但是咱们吃醋可以 别把这个事放大了 放大有点累了 没别的事吧 过年的时候嘛 然后她不是回家了 那我也回我老家嘛 没有在一起 肯定说只能通过微信来 维系我们的感情嘛 发个消息 她就老是不回你 我确实回老家 是有很多事情的 一年才回去一次 过年的时候 我们村里也有习俗 要走亲戚 整天都是很忙的 没有时间限量 而且农村里 那个网络也不太好 就是反正要找借口 满世界都是借口 你想它吗 你回家的时候 想啊 那每天打电话吗 那倒是没的 那你想它 你怎么表达你想它呢 就每天忙完之后 11点钟 突然想给她发个微信 但是就觉得她已经睡了 那我后面我还特意 一个星期没有联系你 那你自己还不是 还是一个星期 整整一个星期 你都没有联系我呢 你就那么忙吗 她不回我消息 那我就只能看到她朋友圈 对吧 就是在什么 KTV啊 酒吧呀 然后再跟她朋友 各种地方在那潇洒 你说你不回我消息 我又看你的朋友 就是在哪里哪里玩 你说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在讲你那段时间 同学啊 就朋友啊 这些聚会 就肯定是在外面玩嘛 你还回去一次 对吗 这不很正常吗 我聚会没有像你这样子的 没有说 那我回个消息 时间都没有的 那在一起聚会 大家谁会玩手机 都不准玩手机的 我问你啊 回家到底是因为 朋友聚会多 走亲戚 网络不好 到底是哪个原因 让你不给她回微信 你给一个真实原因 就是没时间去聊天 没有时间去聊天 你就是不想 在那个时间段 跟她聊天 是这意思吧 没有 跟所有人都一样 我都没看手机 好吧 除了她不积极地 回你微信之外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对你好吗 她对我就是 友好的吧 就有一次我生病嘛 然后她就知道了 然后就来我家 照顾我 要给我做饭 她就不是喜欢 去关街嘛 女孩子 就一关就几个小时 然后就走得 脚特别酸 特别累 然后她就会蹲下来 给你按摩按摩脚 日常生活 对你挺好的 是吧 但是她就是不找我呀 就每一个周一的时候啊 就休息嘛 然后总是我先去找她的 我一个星期上六天班 每天晚上十一要点钟下班 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我不去睡觉 还出去玩 累不累啊 那这样说 那就不要谈恋爱了不 谈 假时候谈 等以后有时间来谈呗 感觉她永远都没有时间 确实实是因为工作忙 你也知道的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能够抽出时间来 就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该玩的时候玩 能够这么合理地分配 她为什么就不能呢 一直是这个状态啊 是的 那平常你自己要 会出去玩吗 不会啊 我出去玩 我都会待上她的 那你怎么说她爱玩呢 就是她回家的时候 都在玩嘛 然后又没有时间回来 你回家的时候 不就春节那么一段假期吗 平常我指的是日常姑娘 平常的时候她也是的 就是别人找她 就是出去玩 她反正不管多晚啊 不管多远啊 她都会去的 然后又拖上我一去 我就不去的话 她就不开心嘛 哦 所以你指的她爱玩 不是不带你玩 是也要带你玩 但是你不愿意去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我们到现在谈了 差不多一年了 我问问男生啊 就这个女生在你心里面 她是个什么人 就我的另一半 你在乎她的感受吗 在乎 那你知道她今天在抱怨什么吗 抱怨就是我可能 就我对你的心意 可能就是表达的不够成熟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她也很爱玩游戏 喜欢加微信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加了游戏好友了 为什么还要加微信呢 加个微信方便 一起上游戏嘛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你跟人家发红包 还发580 那段时间刚好 微信里面就五六块钱了 如果发个一块两块 别人又觉得你太小气 别人也是发个祝福语啊 什么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啊 这些什么的 然后我就发一个 我觉得580有个特殊意义啊 然后也不显得 你这个人就特别小气 就刚好也没想这么多 三块四块不能发呀 那四块还四级报财呢 这个确实是我没有想到做到了 这个是我做错的 他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们出去玩 然后有碰到一个同事嘛 就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就他看到人家 马上就把我手松开了 那什么意思嘛 这个不是我们 前面就商量好的 当时在一起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 就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包括我们领导 就是也领导开会 也讲过就是说 不要在内部就是谈恋爱 我们也是为了就是说 和影响生殖 我们就是说 把我们的恋情不公开 那一天刚好 遇到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 那我就松开手呗 那你特别自豪地跟我说 这是两位最漂亮的女同事 你想我怎么想呢 也没有很自豪 我就简单 我就说 这个就是我们同事人称 就是最美之缘啊 我觉得就是有点嫌弃我 所以你今天来要干嘛呢 我就是特别迷茫嘛 就不知道这段感情 就是有没有必要走下去嘛 因为本来 所以你想象的恋爱 应该是什么样的 特别在乎你啊 就是包括说 不会刻意在你面前 去提起前任啊 做一些没有边界感的 就是去加那种什么 游戏里面的好友啊 因为微信 是个私密的东西嘛 还有 他花钱 比较大手大脚吧 酒吧这些地方嘛 就几乎每一次去 都他自己 他买单的 他特大烦 只是那一段时间 过春节回家嘛 就花了点钱 那不很正常吗 我毕业半年 赚了点钱 出来花一花是吧 就今年回来 我就打算了 就有打算 好好规划了 那你说过年的时候 你花点钱 那我还可以理解了 但是你哥生日 你不是又出去 又玩啊什么的 一花又大几千 就没了啊 我跟我哥 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我跟我以前 读书的时候 也没钱 他经常给我钱 对不对 我现在有钱呢 我给他过个生日 这不很正常吗 你就是偏心 你怎么没有花 大几千给我 过个生日呢 你过生日 是我们刚毕业没多久 没多少钱 就简单过了一下呗 你看我每次说他 他就是一年的无辜 好像我在无力取了 那倒没有 我反正站在这 特别尴尬啊 大概在我的认知里面 这应该不叫恋爱关系 或者不是一个 很良好的恋爱关系 我只能说我所见啊 我眼所见是一个女生 跟一个男生说 求求你爱爱我吧 其他的我也没看见 我不知道老师们怎么看 微信不回 刚才赵川老师说 有四个可能性 要么是走亲戚了 要么没有网了什么的 其实是第五种 你想不起来他 你追他的时候 不是给他发微信 约他去看电影的吗 但是追到时候以后 为什么就不回微信 没有时间了呢 因为你想不起来 热恋当中的人 我们讲什么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他说他七天都没给你 发微信 好几十年过去了 你都不想他 这就不是一个 热恋当中的一个状态 经常去KTV呀 酒吧呀 经常去玩 二十四岁的男生 他还没有收心 没有定性 在他的思想当中 他刚刚谈恋爱 他都会可以说 我等以后有时间 我再谈呗 结婚这个事 根本就没有提上日程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 真要嫁给他的话 第一思考 他值不值得等 第二你愿不愿意等 这是男生 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不是说你错啊 我只是说 这是你的一个状态 他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状态 我整个听你们两个对话 爱情当中的这个男孩 一潭死水一样 无论你怎么往里丢石头 都积不起他的波澜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嫌弃你 你总说他嫌你这个 嫌你那个 不是 是因为 你们俩就看了一场电影 他就把你追到手了 太容易了得到的 不珍惜 反正我就一追就来了 我也不用太管他 反正就放那呗 他还天天追着我 撵在我屁股后边跟着跑 所以女孩子要 矜持 要把自己看得贵重一些 对方才会看重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姑娘咱真的有点矫情 做事情 你总想在那鸡蛋里头 挑个骨头 觉得他对你这不好 那不好 所以你就觉得 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然后你跟他哥比 你跟他哥有什么好比的 你跟前女友较较劲就算了 你跟他哥有什么好比的 甭矫情 好不好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很多爱情生于激情 死于平淡 你们两个生于平淡 死于平淡 如果想要好好处 你还想跟他在一块 等一下转身就走 让他重新追你 他如果愿意追 说明他对你有感情 慢慢追 好好处 他如果不愿意追 你们俩也就到这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祖阳老师 来 祖琪老师 有时候是这样 你自己觉得吧 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家都记着呢 关键时刻都得拿出来 都有罪状 一件一件的 这些姑娘嘛 抓着那个小事不放 这要什么你知道吗 这要本末倒置 问题是存在的 但不存在这些小事上 你们两个人叫 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没有建立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是什么 是你们两个人在生活里面 灵魂和生活互相的 适合和嵌辱 形成了一整套的 平时的生活的一套模式 这要亲密关系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 做好准备 也没有想要进入一段 亲密关系 他现在只是谈了个恋爱 这是你们现在的本质 所以他不对你负有责任 他根本就没有想 让感情这件事情 占用他那么多时间 占用他那么多生活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人究竟要不要 在我的心里面 也占那么重要的位置和地位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那个适合我 建立我想要的那种 亲密关系的人 你要考虑的是这些 而不是说 你今天必须来关系我 他必须不了 因为他不想要 不想要就是答案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严老师 爱一个人没有错 感谢请晚安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饭大部分的时候都要吃 但有的时候可以换别的主食 至于菜 想起来的时候可以吃一些 想不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生筷子 有些人把爱人当成是水 每天都要喝 有些人把爱人当成是饭 大部分时候都要在身边 但至于菜 那不是唯一而充分的标准 你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是那盘菜 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你们两人明明都知道 女生爱得多一些 男生爱得少一些 感谢感谢感谢 司令人 this is a partying of the 've been with us 帮助了 那生EP 我也的心目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 那个小时 我要跟他们这一年 我想理一下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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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要是真心的爱我 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情 你说的这些我以后肯定会改 这些该注意的 然后该有的界限我都会有的 就是我也希望你的脾气也能改一改 然后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 如果你能改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有继续走下去的必要 因为我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我还是对你有感觉的有感情的 我就是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是还是想继续跟你在一起 哎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来吧请开门 是要追吗 啊 好 好谢谢请回 这样一个结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我觉得再去追吧 刚刚开始嘛 人生也才开始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云U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让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 有网友提问说 我的丈夫特别不老实 总是对女同事还有女邻居献殷勤 对我整天不冷不热的 对这些人特别热情 我跟他吵 他就说我乱吃醋 跟我冷战 最近他的一个怀孕的女同事 每天坐他的车上下班 我俩现在天天吵架 我怎么才能让他改了这些毛病呢 他在一个怀孕的女同事上下班 怀孕女同事的丈夫都不介意 您介意什么呢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你与其每天想怎么样让他改了这样的毛病 不如想想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大度 更大格局一些 女人只有变得大格局了 不会纠缠一些小事 人生才会真正的开挂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